股Cumpet让你两分钟听懂个股分析 华邦店2344位自有品牌IC设计及制造厂商 并为全世界第五大DRAM供应商 2020年Q2公司营收比重 立机型DRAM占34% NorFlash占47% MobileDRAM占10% NandFlash占9% 21QE净利率8.01% 21QE Raw 2.37% 21QE EPS 0.4 2021.04营收83亿元 21QE营收为 连续4个月正成长 大股东持有率近期上升至69% 股价长期向上趋势 近期股价飙涨 市场消息 华邦店除了受惠记忆体 同步上涨于20% NorFlash应缺货而价格上涨10%以上 SLC NAND价格只跌回稳 华邦店受惠于记忆体涨价推升毛利率表现 营收及获利均缴出量力成绩单 华邦店宣布 因应公司业务成长及数位转型浪潮需求 启动2021年真才计划 首开超过500名职缺 并扩大招募新竹台中及高雄的 制成斜线设备整合IC设计 产品计测试工程及制成研发 等领域人才 将于4月起展开一系列 自办真才面谈会及校园真才活动 立即行计议体厂商华邦电子17日宣布 董事会16日决议 从今年3月起 将陆续投入131亿2700万元 用于高雄12寸晶圆新厂 建制及扩充产能的生产设备 实验室设备 测试设备及厂务设施等工程 预计2022年式营运 股坑配建议 21QE营收月 连续4个月正成长 子公司新唐科技完成并购 收益增加 记忆体涨价10%到20% 真才500名职缺 公司持续成长 高雄晶圆新厂2022年式营运 增加产能 股价高档 谨慎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